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22日 禮拜五早早的第一節 先去談談關於本港的消息 話說南華早報和蘋果日報 分別都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說特區政府目前正在考慮 要收緊對於抵港機組人員的檢疫措施 據報導所說 特區政府正在考慮要求所有抵港機組人員 一律都要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措施 變相撤銷了檢疫資格 網上對於這宗消息有很多意見 有部分網民質疑 究竟這項措施是否要變相達到所說的效果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南華早報的報導是怎樣說的 南華早報引述了一共有三名消息人士 他們說特區政府正在考慮要強制所有抵港 並且停留多過兩個小時的機組人員 要在酒店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 甚至連本地的機組人員也不例外 有消息人士認為 這項措施一旦落實的時候 將會殺死航空業 據報導所說 國泰航空是大力反對港府的這項措施 但是未知究竟他們反對的成效是怎樣 至於《蘋果日報》的報導 其實消息大概都是這樣 他們有向運輸及房屋局查詢 但是運房局沒有作出正面的回應 只是會視乎本港和世界的疫情發展 考慮所有的相關因素之後 會檢視和調整機組人員等不同類別人士獲豁免的安排 其實就是不至可否 如果這一項消息真是屬實的話 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第一 正如南華早報引述那位消息人士所說的一樣 就是會殺死航空業 本來現在航班的數量 已經比往市減少了九成 你現在還要搞一些嚴格的強制隔離措施 其實就是會大大加重航空公司 去營運往來香港的客運航班的經營成本 你說人家要派多少機組人員來才夠 一提到涉及這些客運航班的措施 大家一定最關注的就是 到底往來倫敦的航班會不會受到影響 據我所知 在較早之前 從英國的旅客還能夠入境香港的時候 英航和維珍 就備有兩組的機組人員 一組就是從倫敦 去香港的時候提供服務 另一組就是從香港回倫敦的時候提供服務 有一個休息的時間給另一組人 所以就不需要說落地的那班人 所以就算藍組和蘋果的消息是屬實 特區政府真的要收緊 針對那些底港機組人員的檢疫措施也好 照計對於 英航和維珍來說就不會有大影響 更何況就是 從政治上的角度來看 這兩家航空公司 某程度上就是肩負起一定的任務 因為1月31日之後 BNO5加1簽證就開始審批 照計 就不會完全停頓了 這兩家航空公司應該會用盡 一切的辦法來確保 來往倫敦的航班是維持正常的 至於南華早報就提到 華特區政府限制了 底港機組人員不能停留超過兩個小時 多過兩個小時就要接受14天的檢疫 到底兩個小時之內 搞不搞得了那麼多的程序 如果大家看回 在之前 上個月 這個維珍和英航底港的航班 其實兩個小時之內就會離開 所以所有的事情是搞得了 從底港的時候落客 射貨 然後入油 檢測一下航空機是否安全 然後又上貨 又上客 其實兩個小時之內是充裕的 搞得了 那麼當然 如果他後來失禁無神 又改造一個小時 甚至乎半小時 那就沒話可說了 蘋果日報引述的航空業界消息就說 這項措施初時為期推行三個星期 之後再不再延續就不知道 起碼來到現在還未推行 到底這個消息是不是屬實呢 其實還叫做有待驗證 推不推行得到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大家不需要說過份擔心會不會斷了英國的航班 我相信英航和維珍一定是會盡力的 但是國泰方面又怎樣呢 反而對於國泰來說的衝擊會大很多 因為國泰請的機組人員 大部分都是屬於香港的 如果他要確保得到來往英國的航班 繼續順利來通航的話 他也不是沒辦法的 他就把機組人員全部轉為 屬於英國的航班 你就像英航和維珍一樣 你又有兩組機組人員 我可以確保得到 正常通航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多多人都不夠了 你怎樣一來到香港 超過兩個小時去檢檢14天 這個是匪夷所思的 當初你豁免的時候 你就考慮了這個因素 你現在反而就不考慮這個因素 從政治上的角度來說 當然難免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特區政府是不是在做小動作 來衝著BNO的5加1簽證而來 因為1月31日開始 英國就開放5加1的簽證申請 你現在傳出這個消息 難免會給人一種感覺 因為在時間點上就是太近了 當然你說特區政府這樣做 能不能夠減慢得到 或者是阻礙得到 香港人 離港 移民去英國 我看那個實際作用都很有限 除非你說完全把機場口岸封鎖了 斷絕了所有往來 海外的航班 如果不是你阻礙不了人走 除了直航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叫做轉機航班 香港人在這一方面 很靈活 我不覺得他會做到鎖港的效果 但是就是 被人感覺有點小器 你做這件事做什麼 如果你說從防疫的角度來說 又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現在都叫做爆到七彩 開始陸續各地有些 大規模的爆發的跡象 那你那個回港義為什麼還不停 你不殺停了他 你一方面就繼續容許那些住在大陸的 或者逗留在大陸的香港市民 拿著一張檢測紙 說他是陰性的 就可以下來香港 不需要隔離十四天 你說安全的 另一方面 現在又傳出了一個消息 說有可能是針對那些 抵港的機組人員 加強他的檢疫措施 實際上來說 有沒有發生過在機上的群組感染個案 我真是未見到有 特區政府你說有沒有 你拿些數字出來 就算你說 有些抵港的 輸入的個案 他本身就已經是糟糕了 你說在機上是不是很危險 大家有眼看的 事實不是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機組人員受到感染 又是沒有 老實說那些機組人員 我相信他們的私生活 都是很檢點 你不見到有這些大規模的群組爆發 事實上就是沒有 你說間不時一個航班裏面 有幾個輸入的個案 那些乘客 這個是有 又要承認 但是你沒有理由因為這幾個乘客 而你弄到 你又要強制那些機組人員都檢疫 我覺得那些人很檢點 我覺得 要讚 你不應該還要加強來規限 你變成像懲罰他那樣 那些航空公司又變相被你懲罰了 老實說有些人就在 不知為何說慶高采烈的 說國泰出事了 國泰出事又不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當國泰真的要收皮 或者是貧林收皮的時候 取而代之的就叫做大灣區航空 變相好像幫了大灣區航空來明羅開道一樣 更何況 如果那些措施那麼嚴格 對於那些機組人員來說 又是有一個生計的問題 左腳右腳都飛不了的時候 會不會再炒人呢 很難說 所以 我又不覺得要恨災樂禍的 在這個事件上 故此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純粹從防疫抗疫的角度出發 現在禁止了 來自英國的乘客來香港 已經是做到很絕的了 反而你對於那些來自大陸的旅客 你就非常寬鬆 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你怎樣防疫抗疫 都還沒說你那些朝令夕改的 那些花事 搞到那些花籠現在就很貧樸 為什麼 因為你 特區政府要取消花市 後來又說不取消 在中間那個空檔的時間 我經常都說香港人是很靈活的 那些花籠就要馬上想想 到底那個銷路要是怎樣 就已經在很多個區 租了一些舖位 短期租藥來的 只是賣這些蓮花 賣吉 各樣東西 人家已經租了 租完之後你又說 重開 那你是不是害死人 難道你特區政府幫他頂租嗎 不可能 所以你的措施 你的政策 可不可以貼地一點 你從民眾的角度來出發 從受影響的人士的角度來出發 不要從你自己坐在冷氣房 說三說四 指天篤地的角度出發 你們是沒做過生意的 你們也不知道民生的情況是怎樣的 你不下區的你怎麼知道 你不接觸民眾的你怎麼知道 你一尾接觸的都是官僚 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那些叫做閉門造居 有沒有效呢 大家有眼看 過去一年來的防疫和抗疫有沒有效呢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